手拿著釣竿釣起上溝的魚兒 這裡不是釣魚場 而是大風裡的牆壁彩繪 在里長張錦棠的帶領下 大風裡志工進行社區環境改造 除了牆壁的田園風光彩繪 他們也利用回收物品化腐朽為神奇 創造不一樣的巷弄景觀 就用那個舊的花盆 舊的花盆做成兩小菜 對啊 一個藍色是女生 小藍色是小女生 社區志工善用資源 發揮想像力改造街道環境 像是這一面用盆栽做成的音符牆 仔細一看 原來是兒歌小蜜蜂的樂譜 So me me Faray Ray Do me me No so long 還有一旁用鋁罐做成的風車 這可是由風車達人盧耶耶 特地為社區所做的風車樹 因為我們里長他非常的用心 希望把環境都能夠整理的 讓大家都有一個 有一個觀賞的 你看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壁畫啦 什麼東西然後搭配起來 然後風車在那邊轉 而且風車有個好處 風車轉的時候呢 就帶動我們里裡面的風水 讓我們的風水更好 對於社區的環境美化 里長張景棠表示 雖然里內沒有太多的空地 但是志工仍然用心規劃 針對髒亂的轉角或是牆壁進行改造 大風里最主要地方比較狹窄 也是老舊社區 所以也沒有比較多的空地 可以讓我們整理 我們的志工大家都很用心 大家一起延商 就找一些比較轉角的地方 還是廢棄的牆壁 比較髒的牆壁 大家來討論怎麼樣做 浮灰就是要讓里民 把看早上出來的話 或者下午出來的話 看里裡面 真的都是乾乾淨淨 飄飄亮亮 大家的心情也好 對我們里民也照顧 這樣美化環境做得很好 志工們在里長的帶領下 做環境美化 除了改善社區張安的情況 也讓路過的里民心情愉快 讓大風里變得越來越美麗 大風里上 蘇維天空新聞板橋報導